10个为灵命排毒的好方法 该如何为鼠灵生命排毒呢?这集影片和你分享10个为灵命排毒的好方法 如果你喜欢,请记得点赞、订阅及分享影片 1.有意识地警醒度日 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地过日子,一天过去,一个月过去,一年也这样过去了 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警醒祷告,人无意识度日就像任凭新门敞开让有毒物质入侵一样 我们需要警醒,谢绝任何有毒的思想和意念 让我们每个心思、意念和决定都更靠近神 2.辨别谎言用真理取而代之 撒旦是谎言之父,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提到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阳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检查自己生命中哪些部分被仇敌给骗了,或是偷走了 是思想意念,是情绪,还是生活中的行为和反应 求神帮助我们赐下属灵的辨识力 辨别何为谎言,用真理取代之 3.清洁你的思想 你的信念影响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左右你的决定和行动 最大的属灵战争在你我心里面 真理可以清洁我们的心思意念 帮助我们打赢心思战场 透过祷告与读经让真理内化成我们生命 日日在圣灵帮助之下心意更新 4.选择正向思考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是你们都要思念 菲利比书四章八节 思想和话语是有力量的 怎么想影响怎么说 当我们多多思念真实的信仰生命 生活的好见证和令人敬重的行为 选择正向思考留心时行出来时 就是在为灵性排毒 5.求神显明瘾而未献的罪 不论你在生活中否认多少罪 或是试图向其他人隐瞒 罪都不会向上帝隐藏 上帝知道你所有的一切 即便如此 神依旧爱你 而我们需要做的事 不躲藏不隐瞒 真实来到上帝的面前 认罪并真实悔改 我们要学习呼求圣灵天天光照 让自己生命阴影越来越少 6.拔除苦毒根 当批评、论断、责难、拒绝、错误、期待和没有能力去爱等等 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生根时 就有能力毒害污染生命 使我们无法体会神的爱与恩典 也无法去爱别人 求神赐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们可以去饶恕和原谅 拔除毒根 不再扰乱我们的生命 7.不落入征镜和比较里面 当人陷入征镜和比较时 就会整天算计别人有的 自己没有的 生命就会充满极度和不满的毒素 蔓延全身 留意上帝每天的恩典吧 养成细数恩典的好习惯 成为一个领受恩典和凡事谢恩的人 8.慢慢说慢慢动怒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 情绪是神所造的 有正向 也有负向 正向情绪可以使我们感知世界的美丽 负向情绪可以帮助我们体会自己的内在感受 如愤怒 生气等等 但若不受约束 会害人害己 甚至造成无法收场的后果 情绪需要管理和节制 我们都可以学习成为情绪的主人 9.不被恐惧挟制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每当你感到恐惧时 都要提醒自己 恐惧永远不会来自上帝 经文提到神将平安赐给我们 世人的平安是随境遇而改变的 不能持久 主的同在 是真平安的根基和确具 10.坚信神是我一切的倚靠 有时生活中有太多我们可以倚靠的 成就 名利 金钱 感情和物质的一切 我们要成为管理者 不是被携制和捆绑 摆脱影响我们的有害物质 那些会摧残我们属灵的生命 神才是我们一切的倚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